同學代表 會請同學一起來討論我們的會議 這個會議裡面譬如說我們的規則 我們有一個創意籃球的規則 創意排球的規則 有局域組辦理 正式的規則 這個規則是原則上它不像國際籃球協會的規則 就是棒球協會的規則 它是由我們局域組然後召集同學 然後我們稱為這個叫創意籃球規則 創意排球規則 這裡面的規則是我們學校單局的規則 沒有比賽 那麼原則上防守女生的時候 你雙腳不可以移立 或者類似這樣的話 這樣的規則 而不是由老師來提出來的 而是由同學之間 先有一個會議 而且每一年我們會更改 然後因為這個我們被修正之後 我們被修正原因就是因為 男生他認為 為什麼我一定要這個角色 讓女生被保護 然後為什麼 其實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在已經是 討論到說 我能力不好的男生 事實上也應該 我就是我 我就是身高體重 我不是因為性別 性別是一個身體的象徵 他如身高如體重 然後我應該就是一個完整的我 大家可以接納這樣的一個我 然後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們相信女生 我們學校被修正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平方 男生為什麼可以做女生 女生可以不用做女生 所以我們就全部的開會 開會了你說 那要嘛就是說都是一樣 秀女 這樣就比較好 我們就是開會 我們首先要表達一個說 我們這邊可能有一個 focus在女性的保障 可是事實上男性的保障 也許你說性別 我聽後來打了一份報告 要給 九九九要給官司教育團 他們一直給我一個觀念 所以觀念就是 所謂性別平等就是 男性女性 他只是一個身體的象徵 他就這樣升高體重 那我們應該每一個的國民學 就是應該包含第三件 他認為第三件 我們都應該可以保護 就是可以保護 就是我們 因為我一直以為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一直以為我們學校做得很好 可是我們還是被博主 在博主以後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focus是錯的 我的focus在裡面 而應該是說我也是你 我也是 謝謝 謝謝這位老師 這位老師講到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性別平等教育法 其實不只是保障女性 他同時把性景象 跟性別氣質也都放進去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性別 一開始因為運動裡面 身體男性跟身體女性的強弱 或者是女性 在運動參與的限制 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我們通常會從 這個角度來開始 但是討論到最後 其實確實不只是女性 能力沒有那麼好的男性 同志運動員 性別氣質 性取向不一樣的人 都應該要被喊發出去 所以這個方面可以建議老師 就是老師在可能 在設計活動的時候 多思考一下其他不同性景象 或性別性景 或是身體能力的學生 是不是在這個活動裡面 也能夠有接近類似的保障 這樣子可能對於其他的學生來說 他們會覺得自己比較受到尊重 或者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被剝絕感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老師或者是學校行政的立場 必須要去跟學生很明確的說明說 我今天這個規則為什麼要這樣定 我今天這個比賽為什麼要改成這樣的形式 目的在哪裡 兩邊的溝通一定要對等 就是雙方都必須要理解 做了這個比賽規則的修正 才不會讓學生有誤解 因為其實我相信學校的立場都是好的 可能學校 可是學校可能就只有想到一個面向 那學生可能想到的是不同的面向 那我們在做類似的課程 或者是其實在性格教育的概念裡面 有一個還蠻重要的 是要跟學生有溝通 你要理解學生 了解學生需要什麼 你做出來的東西 你將能夠目印到他的需求 否則就會是老師想一個 學生想一個 兩個人都是走腳踏線 這樣子可能做出來的效果說 也不會這麼好 老師也會比較困難 我回應他 然後有沒有其他老師有其他的問題 不夠不愧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這個場次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